赵长河的目光也落在她的手上 这手好温柔好软啊 皇甫秦感受到她的注视 面无表情地瞪了过去 赵长河防御姿态后退半步 皇甫秦妹声道 怎么还想要吗 赵长河咽了口唾沫 义正词言 我是只为了这种事的吗 你不是吗 就算是那也该换个香香软软的地方 皇甫秦奏了过去 赵长河抱头防御 拳头终究没奏到 两人对视着 目光闪烁之间 都知道是该出去的时候了 昆仑秘境可能挺多的 但都是这种小规模的小碎片 可能是因为宝物比较多 各自都可以互持一块小空间 导致这样的现象 但也就意味着 没什么可以扩展探索的余地 就巴掌大的地方一眼可见 这里又没有生活所需 还想在里面耐多久 大家的事情都做完了 该得到的宝物也得到了 该突破的也完成了 是该离开了 皇甫秦心中忽得有些不舍 感觉时间好短 躲在小小空间里 可以忘却很多外界的事情 仿佛天地之间只有他们两人 可以柔情密意 可以互相成就 可以缩在男人的怀抱里 感受她的心疼和喜爱 可以宣泄在外不能表达的情感 可以亲吻她 想要手握干戈 导持太阿 反正没人看见 想做就做了 出去之后还可以吗 一伙蛇只能偶尔装一装 大部分时候自己身为猪雀 又要将一切思绪隐藏在面具里 做出一副威灵天下的冷眼 死乌龟屁事不帮两个 知不知道我一身担着多少事情 有多累 我好像帮了一件事情 说我喜欢她 这是帮忙吗 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算喜欢她 是她后来的表现触动了心弦 但如果没有她误以为自己喜欢她 还会不会有后面的表现 不知道 可诞生出这样的感情 未必是好事啊 迟迟那边怎么办 还有唐婉庄 难道真跟她抢男人 真是搞笑 越想越气 死乌龟你给我等着 赵长河正在问 你出去之后回京吗 皇甫秦正一肚子不爽呢 文言赌气道 我为什么就要回京 嫌我麻烦是吧 哪来的话 我当然希望你能多留几天呢 殊不知皇甫秦自己话说出口就在后悔 我留这儿干嘛呀 迟迟还在呢 用一伙蛇身份 向圣女迟迟汇报火炎昆刚的调查结果 迟迟见过朱雀真容美 皇甫秦想了半天 好像都是戴珠雀面具见她的 还好 另外迟迟对火系虽不内行 见识还是不错的 不知道能不能忽悠过去 万一她看得出心眼 根本不是一伙蛇 能收服的怎么办 不行 再舍不得也得走 这要是被看穿了 可就真射死了 从此还是和她一刀两断算了 赶紧找个借口让一伙蛇消失 这事儿完不下去 正这么想着 上方空间壁杖呼起动荡 两人心中一跳 抬头上望 下迟迟的声音传来 可算让我找到门道了 这火山口真误导 以为秘境在山腹内 跳上跳下的找半天 却原来口上就是空间壁杖 真是灯下黑 喂 姓赵的 死了没 这壁杖怎么破的 需不需要帮忙 支个声 赵长河应声道 在呢 这壁杖本来已经破了 是被捕过的 你别急 我们就出来 黄腹琴暗咬银牙 你还真不怕带着小的剑迟迟啊 催圆羊什么的 很有经验了是不是 恶不对 我凭什么是小的 你俩压根还没成呢 事已至此 躲也没用 出去就出去 怕你不成 哗啦啦 空间壁杖破碎 两人从山腹之中一跃而出 夏迟迟站在火山口边 抄着手臂上上下下地 打量这个风韵妖娆的女人 就是你和我男朋友在山腹里 没羞没骚过了三天的事吧 确实漂亮 真稀奇 她这女人缘怎么回事 怎么都是这等角色 而且这气质 有何你居然还瞪我 夏迟迟满脑子探寻之意 都被这一瞪给点燃了 跳脚大怒 姓赵的 你就是来找个火炎昆刚的秘境 怎么就和女人滚一起了 这女人是谁 呃 赵长和盲解释 这位是你们交中的一伙蛇 她奉朱雀尊者之命 来调查火炎昆刚 恰好遇上了 夏迟迟愣了一下 倒是想起 尊者确实说过 要派一伙蛇来这里 同时想起 这个一伙蛇 好像早就和她有过一段 好像还是尊者的授意 那也就不算突然冒出来的女人 可以屡出始末来了 怪不得这等姿容 这等气质 据说是贵妃嘛 难怪了 话说 贵妃 你赵长和现在顶着什么身份 自己没数吗 夏迟迟神色怪异无比 简直比刚才还要神奇 不是 这女人怎么还瞪着我 到底谁是后来的狐狸精啊 夏迟迟抄着手臂 语气凉凉 哦 原来是本教二十八秀 自己人嘛 见本座为何如此无礼 尊者是教你这样 直勾勾地瞪着圣女的 赵长和忙拉着她的袖子 迟迟 你先一边去 这是我教派内务 很严肃的事情 赵长和 黄复勤憋着一张脸 半赏财道 我只对尊者负责 青龙白虎二只与我无关 下迟迟道 教派规矩在这 我让你对我负责了 礼仪何在 要不要我去问问尊者 黄复勤抽了抽嘴角 终于低下了邓氏的眼睛 压低声音 参见圣女 小婊杂你给我记住 下次你见尊者 要怎样行大礼 本座会记得提点你的 夏迟迟尚未意识到 将来的苦难 此时见这一火蛇 低眉顺目的样子 心情仿佛在火山口 喝了冰镇酸梅汤 浑身舒爽 脸上便有了笑容 拿着腔调道 此番调查火炎昆刚 有什么结果 黄复勤雅都墨碎了 却只能陪着小心 此非说话之地 回去再和圣女戏说 嗯 夏迟迟宣布胜利 昂首挺胸地转过头 又瞪了赵长河一眼 回头再和你算账 不是赵长河憋了半天 怎么就光顾着欺负人 夜无踪呢 这三天之约 夏迟迟大怒 三天 这都第四天了 你在里面抱着女人 乐不思数了是吧 哈 赵长河愣了 自己就昏睡了一段 又入定了一段 这都第四天了 只能说入定这种事情 真不科学 也就是说 一约见完 已经算是到手了 想到这里 赵长河忙掏出剑丸 塞进夏迟迟手里 正是在这呢 我们还是先回去 万一夜无踪反悔 站这儿可不好 夏迟迟接过剑丸 斜眼看了他一眼 才发现他的身上几乎都是凝干了的血液 旁边这个一伙蛇也是 华美的雕球都已经成血色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总之是遭遇了激战的 他终究是为了自己的剑娃 而奔赴坤岗 遭遇了艰险的 何一伙蛇也只不过是偶遇 并不是什么约好的 指不定两人在下面没发生什么 明知道是自己骗自己 可夏迟迟心里的火气 还是削了许多 闷闷道 业务综对剑丸本身不太感兴趣的 应该问题不大 总之回去再说